今天是2023年的6月16号 2023年的6月16号 两世终于突破了趋势 这差不多十多天吧 稍等 好我们继续 他是在最后的十分钟都无法确定 到今天下午的14点50的时候 当时的价格 当时的价格还是在3273点 当然收盘的时候也在3273 可是我们说了 14点50的时候如果不能确定 最后十分钟之内都不能确定的话 当天是不操作的 等到当天收完盘之后 次日下一个交易日再进行操作 下一个交易日的早盘 也就是说下周一 因为今天收盘之后是超过 过趋势的 请看文档的 唯一一张图 今天没有做其他的图 就做了这张图 这是明显的过趋势啊 明显的过趋势 然后呢它的线从蓝色线 变成粉色线 蓝色线变成粉色线 好吧 过趋势了 下周一的早盘 无论怎么开盘 是高开 是低开 是平开 都满仓 它是符合买入标准的 能理解的答应 但你今天下午买是不确定 它一定会突破趋势的 是吧 你看一部分的指数 最后的十分钟是下跌的呀 最后十分钟一下跌 你说你买进去了 到收盘的时候 没过趋势 你尴不尴尬 对不对 你尴不尴尬 所以你就不如等它收盘之后 然后再进行确定 现在呢 过去是只过了三个点 对吧 你早买一点晚买一点 下午14点50分 也是这个价格 收盘的时候也是这个价格 但是收盘的时候 的确定性出来了呀 因此周一的早盘开盘 自己买入 你也不用管它们高开还是低开 好吧 首先呢 它调整周期走的时间太长了 首先啊 调整周期走的时间太长了 这一波咱们其实 呃 逢低买了一部分 过去是呢 又买了一部分 逢低呢 嗯 没办法全买 因为从上证指数的角度来讲 没有任何的买入条件的形成 我们逢低买入还是属于微调 但这不关键啊 这不关键 关键在于二浪调整走了90多个交易日 他没创新低 他没创新低 他就是二 只要不创 去年 10月 31号 新低 他就是 二浪回调 后面起来 就是三浪上升 二浪回调又这么大 三浪上升 会小吗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如果二浪回调90多个交易日 速度又平而无力 三浪一旦起来 它会小吗 能理解吧 这个是一个很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三浪的规模在 我们又何必在意那一乘一池的得失呢 所以我对于二浪 今年整体有一个判断 就是五个字嘛 你们还记得吗 五个字嘛 差不多就行 没必要非得买到最低点 没必要非得追求 是吧 特别好的确定性 你说这没有结构 我们再等等 是不是后面 这个地方上去了之后 然后再下来不就有结构了吗 没必要 早买点 晚买点 多买点 少买点 关键在于 买进去 是吧 买进去 差不多就行 对 差不多就行 然后呢 核心的就是不能错过三呢 再一个呢 就是说从春节回避到现在 你看看 你看看大部分的个股 你看看大部分的指数 能够回避到现在再满仓 一定是不吃亏的 一定是不吃亏的 敢在这个地方满仓的人不多 有钱在这个地方满仓的人也不多 好吧 咱们抄底抄了几次 不对出来 然后呢上大上周 我没有抄 日线的序列低久 但是上日指数是毕竟是没有规则的 今天才符合规则啊 底部是没有结构的 今天才符合规则 那么 按规则也是也是应该满仓的 已经过双趋势了 也是应该满仓 这没啥好说的 所以下周一开盘即满仓 好吧 下面的时间呢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打一开始 三也有可能比一慢 嗯 目前来看呢 三如果起的话规模不会小 嗯 时间长度 速度比一慢是有可能的 但时间可能会比一长 嗯 这是成功率大吗 哈哈 前两天我可 说说说说说过脏话 我说如果趋势过去了 我说如果趋势过去了 还管什么成功率是不是 还管什么成功率趋势过去你买不买吧 我就说你现在趋势过去你买不买 你就知道成功率低 你就知道趋势突破的成功率低 你就知道趋势突破的成功率低 你买不买 但这一波我觉得成功率不低 因为是有很多的原因 是吧 有很多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调整周期过长了 一般一个59天的上升 对应个30天的调整就差不多了 一个59天的上升对应一个90天的调整 那火见鬼了 那真是见了鬼了 90天的调整总不能没有结束日吧 而且这个地方其实挺有意思的是吧 下跌然后横 底部始终也不起 然后现在突破趋势 这种走势是很诡异的 很诡异的走势 但这种诡异的走势 往往后面航行 都都 因为它出乎人的意料嘛 航行的规模都不小 所以呢就是你就不管什么原因 第一个呢就是说最主要调整时间周期过长 一旦起散散的规模不会小 一旦起散再无低点 是吧 你以后想满舱 找个低点满舱对不起 不给你低点没有了 大家看图啊 我说鬼意思说 跌下来之后是吧 在这一直横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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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长时间 你不觉得对吧 按理说 然后呢 再突破局势 就是你越想有结构 这么长时间一直不给你结构 不创新低嘛 然后突破局势 如果只看上证指数 是不该卖的 你又不能对吧 你又不能 只看上证指数啊 其他的指数 那么绝大多数呢都是调整周期 位置很好 其他的指数 这个春节之后卖 然后到现在买 那位置相当好 这个大波段做的是相当好 你会觉得占了便宜了 占了大便宜了 上证指数虽然说 嗯 但也不吃亏上证指数 但你说的我能理解 就是只看上证指数 你可能不敢买 也不是不敢买 就觉得没有那么大便宜 对吧 对不对 上证指数也不吃亏嘛 但是你看其他指数 你就觉得这个地方买太舒服了 对吧 整个一大波段回避过去了 这个地方买太舒服了 三浪三浪有可能四个月以上啊 四个月 爽不爽 舒不舒服 刺不刺激 开不开心 也代表那一旦的起山了后面的一段时间都是非常舒服的 只是没起而已对吧 没起不代表他没有啊 没有的话老是负责人吗 不负责人 概不负责 个人关联仅供参考 如果不起三浪概不负责 就这样 信你就信不信拉了我 还让我负责任 没听过一句话吗 男人都是大主题子 从不负责 从不负责 爱对贼 哈哈哈 该买要买对吧 其实我说今年的行情啊咋说呢 春节之后到现在太折磨人了 我自己都觉得很折磨人 哎 没有太好的方法 然后呢这个 这个 我也很少在学员区里安慰大家 第一个呢我觉得安慰这个行动线太弱 我们不要彪悍 不要强悍 是吧 你这这个还什么 有些老师还什么 失声痛哭什么的 这完全没必要的 脑子掉了晚大的把 多大点事 基本上我没有那个情况 不安慰 你要反正你要在学员区里表现出极弱的那种 你我只会让你更崩溃 我只会让你更崩溃 那么给你展现出来的就是我们有强大的自信 不管行情怎么样 我们能建立起竞争优势来 就是强大的自信 预计啊 四个月左右啊预计如果起三浪四个月左右预计啊 那不涨对吧 不涨我也没办法 我们只是对于未来有一个预测 去年对对今年也有一个预测对吧 整体来讲也没有判断今年一定是牛市 但是今年是牛市初期 我说这个今年下半年应该收高的 跟我们现在判断后面差不多四个月牛市 差不太多啊 如果现在的六月份了嘛 算七月份的话四个月就十一月份了 好 明年的话咋整 牛市初期走完进入到中期之后 有可能出主升 搜搜搜搜的那种 那才叫主升 对吧 那这话一说了呢 很多人就就就就就好像一旦没有起主张的时候 又又来怪我 所以呢我就说我 我现在每个结本我都加上一句话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我记得一几年 一七年对吧 一七年我当时也是判断 市场是出于周限的上升 上升周期 但是呢 它涨速并没有那么快 然后呢也被埋怨 我说那一七年 涨了二多个月 它不是上升周期吗 那无非就是没有你想象的 我们最开始判定的那个 上升周期可能会 规模比较大 对吧 只不过它没有涨的那么高 速度那么快而已 但它仍然是上涨 你至于那么鸡头白脸的满用我吗 对不对 然后之后呢就是二二二二零 二零年那一波 是吧 我说周限的三浪上升 是有可能 成为主升的 周限的第三浪 那三浪如果不不容易成为主升 那哪个浪性容易成为主升的 但是一九年一月份是一浪吗 然后回落吗 然后起三浪吗 然后我在那个时候 做了大量的估值期货多单 对吧 这个跟咱们学院说过 我自己也是看好的呀 不看好我能做多吗 但是那一波涨幅呢 没有想象的那个三浪的规模大 但是你如果看护身三百 看上升五零 你看它是不是主升 主升浪啊 在历史上都可见的 你把这图放到周限 然后缩小 从九零年到现在 历史上可见的这种行情规模 可是呢 仍然有些人不满意 那么对于明年 比方说啊 如果咱们都是好说好商量的 比较通情大理的 那对于明年我可能说的 就会更肯定一点 那那现在来讲呢 就是部分的学员 就这个样 对于明年呢 咱就说的保守一点 是吧 我说 牛市中后期才是 呃真正的上升 原因呢 是我们去看 6124行情 3478行情 5178行情 这三波最近20年 翻倍的指数行情 都是后面涨的快 前面涨的慢 全部都是无一例外 因此我们推断出 假如说我们现在是一个26个月的扩张期 牛市的上升期 那么前面涨的慢 就是今年涨的慢 后面涨的快 仅此 话到这儿 仅此而已 话不多说 爱怎么理解怎么理解 好吧 该不负责 男人都是大主题子 你说过的话 该不负责 而且就是不些拉倒 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知道绝大多数人是不会埋怨我的 埋怨我的人差不多有1%啊 100人出一个啊 都不会特别多啊 都不会特别多 但是呢就是说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1%的人会会可能会觉得我在害的 你说我这这么多年了我害过谁呀 是吧 这些行情的判断呢 我们会有判断 但是呢你像这个去年 去年本来我们判定的是去年上半年涨 下半年跌 或者上半年跌下半年涨 大年行情 它也有推断的原理 但是去年当趋势破位的时候 我是严格的按照趋势进行操作的 我有预测的部分 我也有确定的部分 注意啊 我有预测的部分 我也有确定的部分 预测的部分和确定的部分都要有 预测的部分 着眼于未来 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大的方向 是很重要的 假如说我们只是按确定的部分 去年的10月31号 去年的最低点 我们不能超重厂 超流程厂进去 那个时候空厂超流程厂进去 因为那个下跌是没结构的 然后呢 那个下跌速度又快 日线看的只是三浪的地点 但是正是由于我们我们判断 我们预测未来20多个月都是上升周期 那么这个20多多个月的上升周期的大地点 是不容有失的 我宁可买早点 但我不会不买 这就是预测给我们带来的战略性的执行的意义 包括底仓的配置等等等等 这都属于预测的部分 但是你预测的部分 它有时候行情不那么走啊 然后我们再用趋势跟随 再用规则来防范系统性风险 这就是确定性的部分 所以今年春节之后到现在我们一直在做防范 防守是为了更好的进攻 所以这个战略意图 包括这个大产周三 我们那天讲的这个战略意图 你可以回过去再听听那天的课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不能只有确定性的部分 或者是跟随性的部分 没有预测的部分 这也是不对的 预测的部分还是要有 他决定一个战略方向的问题 好吧 怕埋怨的老师不是好老师 我能不能讲究方式方法呢 我有时候怼学员怼的有点过 大家知道吗 然后我后面就在反思 我说咱能不能怼的稍微轻点呢 这就在讲究方式方法嘛 是吧 那么假如说 那个 这个容易被埋怨 那么好 我能不能不说那么远的事了 我今天就说明天 对于未来可能不确定的事 咱不说 咱不说呗 等到时候再说呗 是吧 我最近其实最近这些年 采用到时候再说的一个策略 已经减少了很多被埋怨的次数了 这不叫做怕被埋怨 这叫做聪明 这叫聪明你知道不 不说 时间了 大吼盘古奇比几何时 5比5 平衡配置 平衡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我们做的其实非常平衡 就是我们也不过分的看多 也不过分的看恐 大家发现了没有 我们做的特别平衡 但是这个市场始终会有失衡的人 一个人间的人 凭感觉的人 凭直觉的人 凭直觉的人一定会失衡 他们失衡就是我们的机会 你们能理解吗 他们的失衡就是我们的机会 如果所有的人都平衡 所有的人全部都做得很平衡 那么 我们就没有机会 但是呢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未来5年之内 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们的竞争力是明显的 很明显的 未来5年内 等到未来5年 咱们再往后看5年 好吧 其实我说的是比较保守的 因为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人性如山 山都屹立几千年了 所以人性从人性的角度来讲 也不说5年就没有人性了 是吧 但这个5年变化还是很大的 过去 现在以及未来 可能都不一样 这个将来咱们再说 但是呢 我有很强的 其实我原来也跟大家说过啊 我有很强的这种预感 就是中国股市在未来的某一段 时间 会持续在高位 你想逢低买入 不存在了 持续在高位的意思呢 就是 比方说从现在两千多点 干到一万点 甚至一万五千点 然后始终在一万到一万五千点波动 不会再回到什么两千点三千点 这种走势了 好吧 学员充值在6月20号吧 6月20号有 每年 上半年的最优惠的活动 618活动 由于618是在周日 所以我们改到6月20号 上午10点 好像是七五折 部分的是 就是这个 最优惠的那个是七五折 只限半个小时啊 半个小时左右吧 6月20号的上午10点 好吧 高位也不怕呀 只要买入就涨 不是那个逻辑啊 就怎么说呢 如果有一天你回过头来看 你可能会后悔 为什么没在低位买进去 如果有一天 巴菲特是吧 可口可乐 三百块钱 那么你可能会后悔 为什么在三块钱的时候不买 如果你有一天发现 你有三块钱的可乐 可口可乐 怎么涨跌怎么涨跌 是吧 甭理他了 三块钱买的可乐 巴菲特现在管可口可乐吗 每年可口可乐给他的分红 都比他当初买入的资金量要大 对吧 不理他了吗 那股市也是一样的呀 曾经有一个股市 给你一个逢低买入的机会 但是你没有珍惜 当你失去了它才后悔莫及 人生最痛苦的莫过于此 如果给你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的话 你会最低点说 我要卖 如果给这个机会加一个期限的话 赶紧买 卡卡买 谁有一万年 好了不多讲了不多讲了 周一 开盘 建议买入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据此交易后果自负 好吧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 咱们下周再见